台北市線上教學影片 高中物理 職心運動 主講 栗山高中 陳其薇老師 各位同學好 我就是栗山高中傳說中的雷神索爾 今天不是要來拍影片的 今天我們是要來做物理實驗 我們選擇了就是我的鐵錘 那這裡有兩個點 是紅色點跟藍色的點 紅色點代表鐵錘的執心 藍色點則是我們隨意找一個點 我們想要來看一下鐵錘它運動的軌跡是如何 看完了剛剛的實驗 同學不曉得有沒有發現 紅色的點 看起來好像是我們之前所學過的斜向拋射的軌跡 所以我們在描述物體運動過程中 我們會用指點來代表這個物體的軌跡 這樣可以簡化許多複雜的計算 在看執心運動前 我們先簡單複習下重心與執心的概念 不曉得同學還記不記得如何找一個物體的重心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懸吊法 在一個不規則的形狀上 任意找一個點 吊起 將垂直線畫在物體上 接下來再找另一個點 重複剛剛的動作 你會發現兩條線會相交於一點 這個點就是物體的重心 整個物體對任意點所造成的力矩 可視為重心對這個點所作用的力矩 這也是重心的基本定義 而直心呢 直心可以想像成 整個物體的質量都集中在直心上 直心的運動情形即可代表整個物體 以地球為例 在太陽系中 地球可視為一個小指點 這個點就是地球的直心 當地球在自轉與公轉的過程 可視為地球的直心 只繞著太陽做圓周運動 接下來看直心的運動 系統中如果有許多個指點 例如動畫中的氣體分子 每個分子有自己運動的物理量 該如何描述直心的運動情形 例如直心的位置 直心速度 直心的加速度等等 首先來看一下直心的位置 假設系統中有N個指點 將這些指點依序編好 質量分別為M1、M2、M3…到MN 它們的位置分別在R1、R2、R3、RN 直心的位置則表示成M1乘上R1 加上M2乘上R2 加…到MN乘上RN 再除以總質量 這有點類似數學的加權平均 在均勻重力場中 直心的位置會等於重心的位置 接下來看直心位移 也是一樣考慮有N個指點 每個指點有自己的位置 每個指點有自己的位置 位置分別為 DELTA R1、DELTA R2、DELTA R2、DELTA R3 與DELTA RN 那直心的位置 我們表示成M1、DELTA R1加上M2、DELTA R2加上… 將直心的位置 直心的位移除以時間 就可以得到直心速度 直心的速度VCN表示成M1、V1加上M2、V2加上… 再除以總質量 同樣的道理 也可以找出直心的加速度ACN 表示成M1、A1加上M2、A2加上… 再除上總質量 我們將直心速度與直心加速度的公式再列出來 將分母的總質量改用大M表示 將分母的大M乘到左邊 可以得到總質量乘上直心速度會等於所有的動量相加 同樣的我們也可以得到 總質量乘上直心加速度會等於所有力量之和 從公式上可以看出 只要知道直心速度即可得到系統的總動量 相反的只要知道總動量也就可以得到直心速度 這個式子還可以看出 從直心上看系統的總動量會等於0 直心上看每個直點動量之和會等於 直點的質量乘上該直點相對直心的速度 一向後可以得到每個直點的動量之和減去總質量乘上直心速度 這個值其實就等於0 直心加速度的部分可以從公式上看出 系統所受的合力會等於總質量乘上直心加速度 直心加速度只與系統所受的外力有關 與內力沒有關係 所以當系統不受外力的情況 原本的直心禁止 不論直點如何運動 直心都是保持固定 這也可以解釋課程剛開始的影片中 鐵錘的直心軌跡為什麼是一條拋物線 因為直心的軌跡只與物體所受的重力有關 因此加速度為重力加速度 簡化了其中許多複雜的問題 接下來我們看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人在相交船上行走的問題 先不考慮任何阻力 假設人的質量為小m 站在質量為大m的船上 起初人站在船的左邊 因此人與相交船的直心會比較偏左 當人往右移移動L的距離 人與相交船的直心也會向右移動 人相對相交船的位移為L 而直心移動的位移為Δxcm 但直心不會動 因此必須拉回原本的位置 必須扣掉直心移動的位置 因此人真正的位移為L 減掉Δxcm 船的位移為Δxcm向左 過程中直心的位移等於0 代入直心位移的公式 可以得到船移動的距離為 大m加小m分子小mL 而人的位移會等於大m加小m分子大mL 最後得到人的位移與船的位移與他們的質量乘反比 為大m比上小m 讓我們再看一次剛剛的過程 真正的情況當人往右邊移動的時候 船也同時向左運動 直心一直保持固定 物體的位移與質量乘反比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圓柱在斜面下滑的範例 題目是 質量為0.1公斤的圓柱 從0.3公斤的光滑斜面滑下 若斜面的底為0.4公尺 求圓柱與斜面的位移分別為何 我們可以知道圓柱與斜面的質量比為1比3 因此它們的位移比為3比1 所以圓柱的位移為0.3公尺 斜面的位移為0.1公尺 看完了範例 接下來我們利用Argoldo軟體 來模擬千塊在斜面下滑的過程 首先將地面的摩擦係數定為0 接下來設定斜面與千塊的質量 我們利用斜面的質量為0.03公斤 千塊的質量為0.01公斤 為了更容易觀察 我們將擬幀速度調為0.1倍 接下來開始模擬 讓我們再看一次 千塊離開斜面之前 斜面相對地面的位移為1個單位長度 而千塊的位移為3個單位長度 位移與質量乘反比 與範例所計算的結果相符合 看完了範例與模擬 接下來我們要做直心運動的實驗 我們選擇材料有圓柱以及木塊 那這個木塊 我們將它放在滑車上 是要模擬斜面在光滑的水平面上 接下來我們來測量斜面與圓柱的質量 斜面的質量為312.5克 滑車的質量為505克 圓柱的質量為143.5克 斜面的部分包括木塊的質量312.6克 我們將這個數字記錄下來 另外還包含了505克的滑車 那圓柱的部分 圓柱的質量為143.5克 我們將這個數字記錄下來 我們將這個數字記錄下來 因此斜面與圓柱的比 大約為5.7比1 那質量我們可以知道 圓柱與斜面的質量比 大約為1比5.7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實驗 看看他們的位移比會不會是5.7比1 特量完了質量 簡單的複習 直星位移的公式 直星的位置 xcm等於m1加m2 分之m1x1加上m2x2 那我們說直星的位移 就是delta xcm 那它會等於m1加m2 分之m1delta x1 乘上m2delta x2 實驗的過程中水平方向不受外力 因此直星的位移會等於0 那我們只需要考慮分子的部分 分母可以約掉 由這個式子我們可以發現 當delta x1向左運動的時候 delta x2要向右運動 x1與x2的位移會與它們的質量乘反比 最後我們來計算 圓柱的位移與斜面的位移比 圓柱的位移大約為20.5公分 斜面的位移大約為3.5公分 因此圓柱與斜面的位移比 大約為20.5比上3.5 比值為5.86 位移比大約為5.86比1 與它們的質量比1比5.7 大約相符合 規則